今期帶大家看一個九聖行家不推介的項目 龍崗 9 月 3 百十九平方 造三房兩吞兩圍精裝燃樓即買之日 折後總價 73 萬即可以上車 首期的話 20 萬首期 亦都可以上會我們的龍崗燃樓項目單位 而且亦都開通了熱主巴紙 直達到廣珠澳大橋的交通便利 此處亦都是七則泛華日則令前的地段 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期的幸福家貧 我是熊仔,姊姊姊 姊姊,來到龍崗 9 月 3 天 聽聞它有一個價單位總價 70 萬 即可以上車三房燃樓單位 我們都事不宜事,接下来一起去片 我身處的位置就是山藏二單元的實體樓7 我身後這個單位同樣是 89 平方的三房兩吞兩位燃樓 好,裏面所看到的全部都是即買即收樓的 在這套單位前面亦都可以放少許的質物 是沒問題的 裏面所見到的東西都是即買即鎖得的 包括我們這個實木門和機械式的鎖 都是有的 到時候想方便一點的話 可以安裝那些戰利密碼鎖 是會比較方便一點的 在門的後面 其實是預留了一個空間 做回我們的鞋櫃位置 到時候可以根據他們的尺寸去做回 在對面這個位置就是徐房了 徐房他們這邊是做了一個 霜開式的設計 同樣是預留了一個單門的雪櫃位置 以後他們拖門都是採用上櫃的軌道 龍江九嶼山的話 值得提到上面那些櫃是有的 包括這邊的石頭盆也是有的 唯一不同的地方的話 就是他們這個造台 包括這個油煙機是沒有的 到時候就需要自己預主去配置設施 這裡亦都有一個副露台 這個副露台是給一個套風的 因為旁邊已經沒有任何遮採抹 裡面的話你可以放洗衣機 放浪花的衣服是沒問題的 然後是雨天 所以你看到外面是有水進來的 其實雨天看樓也有一個不同的體驗 就是擔心層樓會不會滲水之類的 這個位置就是薯廳的設計 開間是去到三米二的開間 這邊的一個餐廳位的話 其實你可以放一個長桌 手尾會好一點的 或者一個細形的圓桌 都OK 沒問題 不要放太大 因為他們這個空間 過到來的話 手尾會縮一點 這個過度位手尾會縮一點 OK 出到來 這個方位就是客廳位 客廳位這個開間其實是足夠的 亦都有很多人覺得 開門入到廳是不好的 中間可以去做一個屏風 但是這個景觀看出去的話 是非常之 nice 出去的話就是露台的一個位置 大家可以見到 看出去的就是阿記山的山景 包括亦都可以見到 我們的神灣鎮的實現中學 包括那邊的景觀全門都可以見到 以及這個露台亦都是採用270度的露台 這個採光度是OK的 還有一個通風度 哇 外面雖然是下雨 但是這個景觀好像人間仙景 好捨義 我們看看我們的靜區 這邊的靜區首先就是我們的客房 這個客房的飄窗位是沒有不到的 包括他們這一間房間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放一個 一個米5床兩邊落地 沒有問題的 米8的話呢 都可以但可能會感到一些 這邊就可以做一個懈悔位了 這間房的潮向都是潮南向 看回我們的主導台門 這間房間的景觀是一樣的 同樣是看回山景學校的幾個景觀 他們這一個的話是採用單層的玻璃 露台的話是採用中空三層的玻璃 這邊的話就是公廁 公廁這些硬件的話是有勢的 很貴 裡面也是配置了一些隔層 到時候你放回梅浴爐 這些是可以的 而這一個擦座的 亦都是採用一個附蓋式的防水式的 龍公隔禹山的話 和其他一些不同的話 就是這個花灑 包括這個玻璃 到時候是沒有的 需要自己去加裝 同樣是採用一個座廁的形式 第二間房 這間房就是勞改房 贈送一半的面積 現在他們這裏已經封好窗 給予我們的業主朋友 採缸度是沒有問題的 這邊看過去同樣是看我們的山景 值得一提的話 他們這個方位 看過去同樣都是人家的一個BB房 到時候可能就需要做一個 倉蓮在這個位置 一米生的床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BB房 最後轉用房的話 我們看看這個套間 硬件同樣是有了 很貴 到時候這個位置 如樓空這個位置 亦都可以做一些衣掛在這個位置 即是固定式的掛式 掛鈕在這個位置 是沒有問題的 而他們這些硬件都是有了 其實這個位置 跟我們公廁是差不多的 那麼轉用房的這間房間 值得提的話 就是一米白床是沒有問題的 而他們的房間 包括廳也好 他們是有24小時的按鈕按鈕的 日後老人家在家 萬一發生了什麼事 可以按一按 我們亦都會有備管家上來 現在他們亦都採用一些USB的插孔 到時候就不用用擦座 直接用一條USB線就可以了 這邊看出來的 同樣是我們的一個山景 是非常寫意的 這一套單位是屬於山座二單元的 一個鳳凰樓層 不是屬於樓層 鳳凰樓層 它的接口的價錢 稍微略貴一點 去到八十多萬七頭 八十三萬有走的價錢 就可以買到一套這麼漂亮的單位了 我們一時被遲 接下來看看 另一個單位的情況又是如何的 我現在身處的位置 就是六座一單元的實體樓層 我身後就是六樓的一個單位 同樣是八十多平方的 跟我們上一個單位有什麼不同 我們先看看他們 這個首先也是樓層不同 其他的基本上都是一致的 我們看看有些景觀 又是有什麼不同之處 因為這六座會比較靠近 隔離這個小區 叫舊小區 現在新的推廠名叫做 時代南灣北岳 這邊是住宅區 現在買的是別墅區 基本上這邊就沒有什麼景觀 我們去看看他們主導圖的景觀 同樣是去到三米二的 一個開間的樹廳設計 輸到來之後 這邊就是望回時代南灣北岳的 一個別墅的群體 同樣亦都可以看到少少的生景 不喜歡高樓層的情況下 六樓的高度亦都沒有任何的噪音 而且環境亦都會比較舒服 我們看看靜區的一個設計 首先他們這邊的第一個房間 房間的景觀和我們主導圖的景觀是一樣的 同樣是看看我們的別墅景 以及山景 一米五床是沒有問題的 這邊這個洗手間的 我稍微調整一下 它原來是有這個花灑的 到時候收樓是會有的 玻璃門的話 到時候都是需要自己去減回的 第二間房間 這間房間就特別之不同了 因為我稍後才說 第一個視頻是三座二單元 BB房間的話是望回旁邊的會議 所以這個是602 602單位的話 望回出去就是望回旁邊小區的高層單位 還有這邊一家一家商場的位置 我們看看轉任房 轉任房其實跟我們的交標 沒有太大的變化 其實都是一樣 它主要是動數不同 景觀都不同 這邊的轉任房同樣是望回山景和別墅景 這一套單位來說 它總價去到七十三萬左右油 便可以了 那首期的話 二十萬左右 即時可以上車一套三房單位 正座現樓即買即日住的一個項目 這兩個單位 那麼多位觀眾朋友 你又喜歡哪一個呢 這裡日則靈靜 七則繁華 其實九月山這個項目我真的越看越喜歡 它這邊的缺點是比較死板 因為沒有其他單位可以選擇 只有一個八十九平方的一個尺寸 會給觀眾朋友選擇 還有山洞的一個情況 就是有一個BB房 你看出去的話 就不會看到別人隔離的房間 以及一個主路台的景觀 如果你選擇六座或五座單位的話 就不會有這些情況去發生 其實它們這邊的價錢來說 真的會比較實惠 譬如說六座一單元 六樓的單位 它之後的價錢 七十二萬多 七十三萬便可以成交 首期的話 就是去到二十萬左右 亦都可以上車一個 精裝三房現樓即買即日住的一個項目 這邊的話會比較適合於退休或度假 因為現在這個小區 已經有部份的業主已經入住了 包括隔離這個泳池 都已經開了 已經有人在裏面租回來 去融化 即是平時的夏天 很多人搞一些泳池貨這些作用 還有它們這個項目 價錢不會特別貴 相對於對比番花里 藍城、香山、小神這些項目 包括華法公山水也好 價錢來說是會便宜一點的 因為周邊自從東關到現在 升得會比較厲害 而九月山的話 價錢就會比較平穩一點 它的價錢 登入馬都去到七十多萬 即是整車 比說高層的肯定會貴一點 去到八十多萬左右 精裝燃樓 這邊的話 你如果投資的情況之下 選擇八十多平方 都是會偏向度價形式會較多 投資的話 其實岑灣這個片區 不是特別建議的 因為這邊追求的話 是一個平穩而有特色的小則 而不是追求於交通便利 以及去哪裏方便 這邊是居住起床是OK的 是的 樓是沒有實存實美的 但是相信一定有最適合你的樓盤 我是洪仔 此處持續運動大樓中山 最新的樓盤資訊